第九题下列哪一项测量结果不能算是完整的叙述 我们晓得一个完整正确的测量值的写法 要有所谓的数字部分及单位的部分 而数字的部分要有所谓的准确值及估计值 所以我们看到选项B说 瑞珊的身高160是一个不完整的叙述 因为它只有数字而没有单位 所以第九题我们说下列哪一项测量结果 不能算是完整的叙述 我们答案选的是B 瑞珊的身高160